豪博这边倒没有什么特别的点了吧 放了压索 哎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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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就是今天魏武特别想拿这个压索 但还是选择了打野位的萨拉斯 我觉得还是打野位 现在萨拉斯感觉打野更多一点 而且上一把分负是打出了全队最高的伤害的 对 不过萨拉斯也去打阿拉夫不好打 萨拉斯现在基本上就是中路或者打野 这边是卢仙 哎 这把要打下路了感觉 这卢仙是逼着你拿猫咪了嘛 你要不拿猫咪这边肯定要抢猫咪的 那威武这边下路怎么办 你不可能把猫咪跟卢仙放在一边吧 卢仙毛跟泰坦嘛 要打这个卢仙加猫咪 他可能已经默认对方会拿这个猫咪了 嗯 卢仙毛不可能加猫咪对吧 对 这组合感觉特别拉 不是说一下猫咪太太逗了啊 哎 但是他如果不拿辅助的话 其实涛博是可以 抢抢掉自己想要的猫咪然后去扳的泰坦 猫咪一拿 扳一手泰坦扳一手猪妹 哎对吧 把猫咪比较啪的两个辅助都扳了 让猫咪这把秀 打得那吗 这有几百年没见了 上个见的是我伪将 哈哈哈哈 这以前西叶有一段时间也很喜欢 但这一种真的很猛 哎哎哎 这里不拿猫咪吗 谁要拿一个 左一啊 先拿中路 那看来觉得涛博的下路 还是有更多更好的辅助 嗯 左边肯定要搬猫咪的 右边肯定是 搬泰坦 搬泰坦的 这两个是必搬位 因为如果你自己这里猫咪被搬掉了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搬主美 对吧 和卢西安配合的点还是有挺多的 主要看来这个英雄还挺刻像左一啊 这种卢西安这种灵活的英雄的 大招走不掉 好 搬乐弗兰 中路先给中路缓解一下压力 乐弗兰打左一是真低好打 是的 两边是真不围绕下路打呀 是的 下路给你们 给你们抢个AD 已经够给你们面了 也不选辅助 也不办辅助 他自己把泰坦搬了 自己反而把泰坦搬了 这个 那他不这里搬了狗熊 狗熊 狗熊这个英雄 我现在觉得真的只能打福是什么 搭其他英雄是真的很弱 有时无回啊 好弱感觉 特别容易当ATM 而且你自己没有装备 其实你被动啊 你这种什么坦度啊 都是不行的 自己扳了牛头 你没有默认扳吧 咱们这版本是炎雀金属 有没有 V5上拿锤石了吧 真的不扳 看起来是想 V5应该上拿锤石了吧 或者他想好处拿什么猪妹啊 这种是或者潘森那种骚东西搞的 哎有可能对吧 有可能有可能 他这个是明显的放猫咪 看一秒 他就不办 他就骗你选 他这个绝对有有个骚东西要选的 哇 V5辅助用什么 好期待啊 锤石反而是比较正经的 对 所以我感觉可能是猪妹潘森 哎呦 真的是潘森 上次潘森是谁用来着 呃我想想 呃不是他们是那个威绩 对对对对 靠谱跟男分割 对 然后 他们可能觉得 哎 这个比较靠谱 是个思路 是个思路 而且下路由于是卢锡安这种单个带猫咪 那潘森的战斗力是直线上升 哇 飞机 那赛拉斯要走上了 哎 不过也不好说 飞这个英雄有的时候也可以走上路 这边三六九可能要再来一把吸血鬼了 这把我倒觉得可以拿船长 嗯 船长也可以的 对 这把我觉得可以拿船长 这把感觉下路要帮的呀 是的 这把拿船长的话 其实卡特斯塔 关键船长在打团的时候 对卡特斯塔也有很大的一个现实 对方这几个人除了飞机以外 手都偏短 是的 还是大的吸血鬼 嗯 觉得三六九的吸血鬼还是比较有自信 他的对线学员打得不错 因为上一把是什么 上一把中单是个刀妹 嗯 其实上路补个吸血鬼 补AP伤害也合理 对吧 然后这一把呢 我们都看到了 中单是一个左移 那AD的输出 如果真的打到后期啊 卢西安的后期是 比较难以去做输出的 他这两个AD输出后期都比较单一 是的 主要的输出还是来自于吸血鬼 打到后期 这把VV的阵容我觉得比较有趣多了 比上把的时候看起来要好 而且我觉得是有赢的点的吧 这把阵容的话 被我选的要 更加的有进攻性了 嗯 是的 中野以及辅助下路 看一下两边出门 到底怎么分路啊 现在V5这支队就是这样比较有趣 真打上去了 你看这飞机 昨天因为我刚解说了三场 塞拉斯中单 我对这个英雄中单 突然有了新的认识 但是中单对象好强啊 前期 特别打中法师 看一下这边 Ki上校对于我们本场比赛阵容强度的一个分析 他觉得中前期左边有潘森 附队之毛非常的猛 但是25分钟之后呢 逐步是由 陶伯这边的阵容会来机关比赛 25分钟后面 给到吸血鬼啊 吸血鬼就成型了 但下路卢西安家猫咪 还真的被潘森 我觉得还蛮刻的 是有点小刻的 主要那边摇打野成功率特别高 是的 这边附众之毛也是从任 卢西安也是带了个强弓 两边打野全都征服者 飞机这把倒是带了个偷钱 直接就上来W去坐你 嗯 但这一波 泡泡下路坐的还可以 反正这个墨浴飞带是摸着了 嗯 反正现在飞机越来越多的 会选择这个启迪系的这个天赋了 哎 奔赏这个位置感觉有想法啊 哎 这不有机会啊 这个位置还别说真有机会 一级能拉过去 跑到冰堆里 这波要交闪 但是被Q到了 被睡一下 也就这样了 打是打不死 得多逼个闪现 这一波 怎么感觉塞拉斯的E没拉出来啊 嗯 对吧 塞拉斯是E技能突进以后 看到索伊撞到小冰堆里没有去拉E 可能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吧 对 然后索伊交闪之后 他E技能的时间已经到了 本场比赛第一视角Wendy 嗯 飞机 我这把是个上路飞机 可能打的会比较枯燥一些 飞机带偷钱看看小伙怎么样 不过上路他打的这种英雄 确实带偷钱没啥毛病 最近这种带那个 起金千负的这个飞机 确实越来越多了 发现好像没有必要带这个 迅速不发或者怎么样 要么咱们就换技能 要么咱们就偷 反正你是用发育吗对吧 对 他是发育起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上一把凯南上路 其实跟飞机我觉得在对线 机面对吸血鬼是差不多的能力 对吧 就是手柄一长 然后小有小技能的小爆发 一开始确实是可以压制的 但是等你起来之后 这个换薰你就赚不到便宜了呀 哎呦 哦 这是一大波线啊 打也有没有在 打也没在 还挺远 主要吸血鬼这个英雄太能赖线了 这边三六角还是选了一个多蓝戒出门 还是很难压死他的 说白了 慢慢就吸回来了 这把主要还是要看下落 闪现地道 这位猫咪的即使下车很漂亮 挡住了茅头的Q 但是他还想走 他真是活死了 我的天呐 但是问题是熊远不敢上 对吧 这三个人太凶神恶煞了 哎 这一波涛博的下落配合非常的好 这一波好帅啊 挡住了茅森的Q 导致自己这里没有死 下落交了一万个张文士技能 对 这罗亨胆子是真大 还回头又勾引了一下 但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 涛博其实下落连续顶住了两波攻势 以后 有点小舒服了 对 你这毕竟都是一波全角闪现 对 三个闪现交出来的 那如果 如果线上你没有这种一波爆发把我打死的能力 那我猫咪肯定是恢复啊消耗啊都要更给力一点 是的 这波猫咪的下车下的好 下的真好 但是熊熊这波来了怎么办 潭森太好抓了呀 你这个英雄又没位移的 哈哈哈 所以说 这一来一回 刚才那一波 交拳技能没拿到优势 就说已经基本上 这个组合到这儿了 熊熊这脑子很清楚的呀 很清楚 这下路两个人没闪 哎呦 还能吃肚层 而卡丽兹这英雄真的一个人来守 守塔是真没啥能力 是的 哎呦 卡丽兹好孤独啊 没办法 他的羁绊没有了 呵呵 这怎么办呀 这没得办呀 打野 这边 远走他乡 跑上路去了 远走他乡 上路也不好抓 这个飞机 飞机没什么控制 对 两边上单感觉这把都不会去的 直接交点人打一套 对 好像是被发现了 在拼石头人 但是猜错了 盲森并没有摊这个石头人 是把打石头 哦 这边F6的视野看到了 嗯 他这个位置感觉有危险 他可能不知道这边有视野 闪现直接丢斧头 分光是没有闪现的 这一波还应该是逼死了 这一波还应该是逼死了 这一波回来想打 这个TP 哎 这个TP是逼要下来人的呀 这是 小东北 什么意思 身上有闪现能跑吗 闪现要过墙了 哎 这一波其实 没有 哦 隧道了 捡斧头要死了 死了 哇 这一波满意死无意的 又TP下来 但是这一波是换掉了一个 还捡了你的闪现 这是最气的 这咋着 这上 这上来三板斧 把自己 刀刀劈在肉上啊 这个 自己的肉上 自己的肉上 劈在自己的大腿根 没有 我想说熊熊这三板斧 熊熊这三板斧 三板斧三个头呀 这兄弟 熊熊这把起飞啊 起飞了 哎 感觉 威武啊 他们这一把把全部的精力 其实是放在下路 他选择这个阵容就想帮下的 结果下路崩了 其他路也开始有点急了 所以就第一波被那个笨给操作了 操作了操作了 第一波你说 如果杀了啥事没有 知道你没闪的呀 很明显的 就直接过来弄你的 跑不掉 这个tp确实没啥必要 这个tp是买一送一 无论如何 就打不过对方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跟野的一样 又是一副 这波是真的起 睡到睡到是真的跑不掉 一个剪斧头 哎呀 剪你的闪现过强 哎呦 这个太太伤人世纪了 瞎人珠心了 上路飞机 也是个发育英雄啊 你不能指望飞机带节奏的呀 没法改变局面 哎但这一波伤害打的还可以 我飞机的英雄确实对线厉害 他等级搞起来也很猛 但是血鬼没回过家了呀 对吧 这是你一波回家补完耀光的伤害 那我血鬼回家 再出一些能苟住的装备 然后三 就这个时候就全员跟369说 哎这把跟上一把一样啊 你稳住就行了 是的 369就很不爽 别死 只要不死 哎这种真的挺不爽的 这把韬膜的中下也优势太大了 对 特别是打野熊熊这边三个头 关键现在辅助位这个潘森有点废了 是的 这个就是作用不大 潘森其实选出来就跟狗熊一样 对 哎这两个就是差不多啊 我想了一下 机智 这作用是一样的 他这个如果不扮狗熊 我觉得左边肯定会选狗熊 是的 因为狗熊其实比潘森要肉的多 对 这个配合付出之毛 他前期厉害 主要狗熊那个费斗 对 他他摇打野能力特别强 哎这边盲森来了 盲森这边的闪键还没有好 但是有一个海克斯科技闪 来了海克斯科技闪 哎 不行 他第一波想了一下 有狗熊就杀了 你想一下对吧 嗯 狗熊他这个位移太猛了 有减速又能把你背回来对吧 你这个毕竟W以后只是一个定身 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减速效果了 所以狗熊被扮还是挺挺妙的 哎呦这个下路下车 这里奥拉夫在附近在打龙 楼肯先踢一脚 这边还想搞治疗 哎呦好没办法呀 这边减速要黏了 麦克斯的闪键技能还没好 那呢 没什么优势麦克斯 盘那怎么办 还好这边的话吓跑了 对 但中的左翼已经来了 塞拉斯还在中 又是一个Q技能打到奔放 这里奈特没有特别好的技能释放位置 这波碎气的水龙还没拿掉 是的打了一半了我感觉 熊熊过来的血量已经挺低的了 这样从头打了 不过还好 毕竟我是奥拉夫对吧 血越少我越猛 从头打的话看会不会有危险 看盲子这个位置好像没啥危险了 也不会开W以后伤害很高 但上路 哎 哎没拉到 哎 但这波感觉刚刚取消 蜘蛛鬼有大 蜘蛛鬼有大 有大直接交大了 还有闪现 这波直接扫死了 盲子直接被扫死了 哎呦 你看他有大招怎么可能会死吗 塞拉斯出击技能cd太久了 但哎 被q了一下 再玩火 啊 他玩火成功了呀 小兵又挡住了 衣袖二 距离有点不够 逼的闪现 那这把又炸了 这把6-0 三九可以 这波玩火玩成功了 哎他 刚才他那个二段的那个q 他是故意吃的嘛 这也太危险了吧 应该就在那边骚一下 没想到真把你勾引过来了 哇 这一波太骚了 好来 现在涛博全员秀起来了 对 主要小动门没闪现 没办法进身了 他这个取消响了 就是很简单 我有大 对吧 我有大 而且我必须夺你这个E 抠了你的大招 我反正直接先交旁边 有W闪现E 起身 直接死掉 好操呀 好操 就一直在那边 被那个塔打 你看 他不往后走 吃了一下 哎呀 这QG都cd好了呀 一口直接 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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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彻底崩了 左边这个阵容也没有方法的机会 这把比上马崩的还快呀 还快 真的 这两队确实实力上 个人能力上还是有差距吧 只能这样说了 哎 左边拿这个左一都没什么办法 对 现在是全员飞 耐得看了一眼 上路2-0的369 今天感觉这场戴特纳MVP就难了 这场感觉是熊熊的熊熊 飞机一个俯冲往中路走 这个局面已经有点绝望 这阵容翻不了盘 这真的不是我们说的 Ki上枪都说了 25分钟后好吧 韬博一个阵容 很难输 Ki上要说 25分钟以后 韬博只是53对47啊 我们 稍微把Ki上的这个数据夸大一下 四舍五入一下嘛 四舍五入 一边是0% 一边是100% 讲道理左边 福尔士茅跟潘森怎么赢吧 福尔士茅加潘森加瞎子 这组组劣势 我是真的没见赢过 没办法 就是你打韬博 我不存在说我偷你两轮 把你给偷赢了这种 还是第一波太伤了 第一波太伤了 第一波真的想了一下 换个狗熊也许能杀 是 但是你必须说第一波 并不是说 左边做的不好 是右边做的太好 对 只能说这个猫咪操作很得当 操作很得当 下车挡Q 然后一起往后拉再上车 确实挺帅的 过来 哎呀 操作变形了 兄弟 潘森下来以后 发现有点打不过 这边一脚踢到 来不身上 但是猫咪来了 猫咪可是奥拉夫的好大大 崩瓦已经被秒了 哎呀 正面过去一个Q收到这边的塞拉斯 他能不能换掉 换不掉呀 被衣服的屁死了 我的天 已经彻底崩溃了感觉 这一波 这一波真的崩的太厉害了 哎呦 刚才这一波小规模团战啊 有点欺负小朋友的感觉了 有没有 已经打崩了呀 就真的是打崩了 现在只有飞机 只有明月桑 什么情况 哈哈 这比赛怎么翻 我想一下 没办法 没办法 绝望 怕不 看来看 今天的 里面满满是自己 第一个赛季的影子 一年前的自己 一年前的自己也是很难赢的呀 是的 哎呀 这潘森现在真的是 这奥拉夫就要出了 哎呦 这有猫咪的奥拉夫太厉害了呀 要把 把 把 ad 卖了 ad 夹在那个缝里面 想躲技能 太惨了 跟罚战一样 现在 这个不是 不是我们说左边的阵容不好啊 是因为左边的阵容是不能有劣势的 打前期的嘛 对 它是一个纯打前期的阵容 左边的阵容一旦先有劣势就没办法了 看一下这里啊 熊熊在那边 这边 啊 擦身而过 然后潘森下来有点不知所措 托阿拉夫打招 阿拉夫往前顶 哎 这猫咪及时上车太关键了 阿拉夫直接救了下来 而且血量回得很快 潘森过去以后发现自己没有装备 发B是个辅助 一枪一枪被点死 哇 这鞋子怎么感觉那么长的样子 吓我一跳 这一把确实对于威武来说很艰难 好吧 最近他们确实遭遇了一些问题 感觉那种新的队伍就这样 有的时候三连胜 连胜的时候感觉打的都挺开心 但是三连败连败的时候 就大家都有点不太会玩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们在就连败以后啊 他们其实自己的信心也会受到 受到一些阻碍 对呀 然后呢 他们在BP上面就会选这种阵容 你说第一把和第二把的阵容 其实都多多少少有一点偏门 对吧 再然后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你面对这种阵容 比如说打中游的队伍都有可能赢 但是面对LPL的三甲队伍啊 他们建的东西太多了 2080好吧 2080 15分钟领先1万的阵级了 这刚刚是摸眼跑的时候 直接中大了 大死了 然后最近威武的对手却有点强 有点强 所以这个我觉得威武自己要好好调整 汉武自己打选的什么 RNG EDC 完了呀 这个正版的还比较薄 但是奈德这里是被杀了 奈德送了一个 潘森跳下来有机会吗 有闪有闪 罗伯往这个位置跑是很聪明的 这边有队友能接应一下 但是这里直接把潘森丢了出去 这波有没有后续 这三十九的机器 麦斯这边是被烫死了 三十九过来 Vindy这里可能也很危险 一闪 炸死 猫咪上车 还有Q技能 还有火箭腰带 哇 这个加车 挡掉了 挡掉了这边的一技能 这太帅了 没Q到 这边要被秀了吗 一脚踢进去 没有后续伤害了 但是他 他一技能打了一下 对 其实这波普诈自己是可以走的 但这一波的话 他博弈是 依然血亏 不是 那个V5依然血亏 炮博虽然死了两个人 但是这一波还是不亏 反正 1万1的经济差 这可能这边比大家创纪录了 什么纪录 15分钟1万1的经济差 是有点大 这个应该是创 应该是纪录 应该是纪录 V5现在已经乱了 这一把现在什么 V5全员蒙 这里看一下 有视野 打了一套 明明白白的一个单杀 然后中路这一波 正版的轰强起离比盗版的强了许多 不过 Night顶了太多下了 对 这边Logan往这边跑 是很聪明的 对 奥拉夫就在这里 奥拉夫大招开了慢了一点点 还是被这边的潘森给击飞了 但是 后续开起大招 也是配合卢仙 收掉了潘森 猫咪这把打得好呀 猫咪打得真好 对 这把打得真 你看这波下车 对吧 挡你的E过去打 再上车 红怒 没有Q躲开 E叫踢走 他这个E 哦 红buff 是吧 是红buff 没办法 他那E也炸了 也炸了 就那是下意识操作嘛 嗯 血鬼肯定要捏E的 哎 V字 他换了一个7 V字天机 你看炸药包那个 那一个比较长 然后没有炸药包 那下比较短 整齐划7 这波挺骚的 这操作 挺骚的 但现在确实这个比赛 已经早早的失去了全面 这把翻盘 太难了 好呀 盘森 招不出这些炮牙 赶紧把我挡一下 要死人了 这个 这个判断要被秒的 中路 这边还没有拆掉 拆掉了 但是好笑 被打了好多下 但是有个救赎 熊这里的血量 抬得很高很高 好顶着救赎 这救赎 这救赎直接 感觉抬了半管血 下落 下落 他也在被369拆 85的胜率 这85也给的太保守了 一万 就十几分钟 一万多的经济领先 这个85的胜率确实太高 太保守了 准备这把没有三土龙吧 嗯 三土龙这游戏进程又要加快了 是的 但现在也差不多了呀 所有的外塔只剩下上路一段 这要上高地了吗 想上高地 因为现在吸血鬼 其实打团的能力非常的浅 五个头的吸血鬼啊 他们的墨鱼飞弹 然后左依都有这种远距离poke的能力 哎呦 我的天兄弟 还好这边招了一个闪现 但是这样的话你打也不在 正面的水晶你是不可能去守的 熊熊被打了一套 但是有猫一保护他 这边直接开打招要上了 为你被定到原地 熊熊自己去被秒掉 机会这边打得很不错 天空雪池跟一级的伤害要爆炸了 全部要秒掉 麦克斯也倒了 一波了吗难道 呃 有没有兵线能续上 感觉有机会一波啊 这真的要创纪录了 十九分钟都弄不到吗 哇 这 想过来硬杀 睡到了 这边想硬拿 哎呦 打掉 然后兵线还有 一脚直接来拆 哇 这个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这差打就赢了 我们看谁谁是最稳的这个人 脑克 这边还是想尽早的结束比赛 确实 十九分钟 正好十九分钟 哇 哦呦 这为我最近确实 连遇强敌吧 显得有些 喘不过气来了 好像早遇到一些的 问题了 不 他们选了一个没优势 是没法玩的阵容 你没办法呀 我觉得这赛季 他们本来就在重建嘛 年轻人又多 反而我觉得是打出那种朝气 打出那种进步就可以了 哎 这把确实比较血腥 十九分钟 你也推平了 关键经济差 应该是来到了 就一万 十五分钟最大的阵营下了 十五分钟一万 哎 没话讲 其实这把说的多也不多 对线 就只能说第一波没杀掉吧 第一波没杀掉那个卢仙 然后被跑了 交了三个闪现 这场这场VP可能会给猫咪吧 哎有可能的 猫咪或者熊熊吧 呃 对 就是爷 可能是给爷 因为熊熊他前期三个头嘛 对吧 他前面正好都抓的那种 没没闪现的 对吧 这把熊熊前期的思路是蛮清晰的 我觉得 最后淘宝也是 没有太多的悬念 把二比零直接拿下 这样的话 也是稳固了他们前三的位置的同时 还保持着对前两名的一个压力 对 现在的话 RG和放不拉斯也是丝毫不能松懈 对 这里请大家库船神装第七件 尘码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到京东商城 搜索战马能量球媒人素饮料 给了到LPL的同款能量神装 用满满的能量 carry全场 太血腥了 现在有点血腥 这也不得不说 前期有优势有贺套博的 几个人个人能力 完全得到了展现 几个人个人能力打一打 关过369这一波塔下的 就这个说实话 已经看到V5的一个操作变形了 对不对 你看他回头多挨了一下塔 多挨了两下 这一下是自己操作的失误 太多下了 对 这已经月塔操的 一塌糊涂了 对 彭怜希 哎呦 绝望 空中被吸了一口 这一波也是 你看操作都有点变形了 其实 心态要稳住啊 小伙子们 心态要稳住 正面是完全没法打的 猫咪一上车 阿拉夫等一会儿回来 他是一个 他雪都抬起来了 想过来硬打 但是潘森 没办法 这一波 这一波是吃了太多下技能 好像飞机的Q和普攻 打在了左一身上 但阿拉夫其实的感到 要让这一波化险为宜 来了 阿拉夫家猫咪太狠了 太狠了 我记得 哦 这边得到消息 这是我们LPL历史以来 第三段的比赛 第三段 还在历史前三了 这场比赛 19分钟 哎 在游戏上好像是套拨他们自己 是吗 有没有 咱们上来解说 那个他们 去年 打那个RNG那个 技术赛BO5的时候 有一场我觉得也特别短 那我们回去查一下 但我不知道这个是常规赛前三 还是说总的前三 应该是总的吧 历史 他说的是有史以来 最最短的前三 所以你想套拨他们 曾经也低迷过 对 曾经也是一个很弱很弱的队伍 都这样吗 年轻 成长起来了 其实年轻你要享受他带来的好 你也会忍受他带来的痛 对 其实都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 是的 那这样的话 还是恭喜韬博2比0 干净利落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赛季 只说过最快的一个2比0了 真的快 我一看他们那个状态 就是感觉 他们想推高地 然后打完一波 团翻了0换4 不 他们想一波 对 打得太果断了 整个的阵容选择上面 两边其实在中前期 都有一些作战能力 一边有卢西安 猫咪加上奥拉夫 另外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全员是前期阵容 对 就看哪边前期能打得更好吧 是的 然后在这个V5战队 在下路那一波 三刹一的时候 没刹掉 交了三个闪现 这三个闪现太殖民了 然后熊熊过来 啪啪啪三斧头 兄弟你说对了 你知道吗 历史上最短的比赛 也是淘博 面对RNG 15分38秒 咱们那个V5 在那个二路解说的 对对对 那场特别血腥 15分38秒 兄弟们大家想一下 所以我觉得V5可以 以此来 就稍微激励下自己 对 曾经他们是那场比赛的背景板 现在他们成为那场比赛的一个胜利者 所以这就是淘博 我觉得他们是在今后说 这一年来进步的地方 而且我们在开场的时候 也介绍这支队伍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到 就是这支队伍 曾经一胜难求 曾经一胜难求啊 为什么这么就会觉得他们心里有谱 因为他们是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过来的 对 其实这是挺关键的一件事 特别是这个老将熊熊 老将熊 已经不能叫小熊了 对 老熊经历过那个痛 经历过那个苦 经历过的那一下笑 对 对我微笑之后 现在你看这个笑容就藏在心里 对吧 没有 他今天笑得最开心 第一场比赛 开个玩笑吧 反正这一场的话 确实涛伯打得比较好 对 打得非常好 也恭喜他们吧 确实这一年 你俩看到他们一个进步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挺欣慰的 对的 你先有个选择 你又没教人家 我觉得替他们开心 是的 真的是替他们开心 那这边我们看到 排在前三甲的 今天我们支持最多的三个选手 369 在第二场比赛里面 也是一个不错的发挥 卡下的衣袖二 这个应该是提前预定 那个套路榜单了 但确实是威武的失误 飞机多扛了两下躺 这一下太夸张了 这张总的 决定就是谁拿MVP吧 辅助吧 我倾向给到辅助 但是感觉熊熊可能性也很大 熊熊这把节奏好 就是野辅 不可能 这把如果再能逃脱出野辅 你就把什么吃了 不 我就会 我要去找那个MVP的人 昨天管哥刚跟我说 这不可能撑到32分钟一 这不可能32分钟以前正网吧 就瞬间一波零汉舞 然后他说要把那个抱枕吃了 然后他 吃了吗口感怎么样 战将了没 他溜了 他赖了 他赖了 管哥是个老赖 让我们看一下MVP 还有给到的是 哎 有个辅助 有个辅助 这把辅助太亮眼了 那把确实 然后他有一些操作很帅 对 哎 你想他那个为什么能把边摇散三个闪现都骗出来 然后还没死 就是他呀 就是他那一波 他如果那一波操作出现一点点问题 那对面可能杀了人就跑了 如果说下路那一波 因为你知道卢仙和猫咪嘛 一尸两命呀 对呀 如果那一波杀掉以后 下路就是无限剧 有连走反应 对 通过下路来带节奏了 所以对过 有可能为我就赢了 有可能为我就赢了 真的 有这个阵容啊 他就需要前面的一脚油门 有的时候就这样 嗯 对吧 你不要 你 你胯不要动 踩就行了 你胯动 你这个人就不专业 啊 控制油门靠的是大腿的力量 哦 大腿是通过大胯来驱动的 哈哈哈 你这胯一点厉害 是吧 你是年大胯 哈哈哈 管大笑年大胯 我感觉我这名字没那么快 那这边的话 这场比赛打完 我们其实介绍了很多 相关的东西了 就希望威武 不要因为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失利 从此低迷下去吧 因为年轻就要付出代价了 希望后面的比赛继续加油 那同时呢 还是涛博 现在确实已经成长为 一支LPL的顶尖强盾 他们在春季赛里面 发挥就相对的很稳定了 然后在下一季赛 他们是更近的一个台阶 对 可是最近我们很难看到 就是涛博的状态起伏太大 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小的状态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周一赛之后吧 他们有一些的这个可能起伏 包括队员心理上的建设 对 其实这个队 我觉得他们只要心理能建设好的话 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 因为实力有嘛 对不对 实力是很强的 对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交秀 我们把画面交给现场的采访席 好的 好的 欢迎到我们三后采访 今天我是主持人小玉 恭喜涛博 迎下了今天的比赛 大家好 我是涛博的打野小熊 欢迎小熊来到我们赛后采访 接下来我们就跟哈皮一起进入 哈皮欢乐时光 首先还是要来说一下 今天的获胜的感想 因为结束得非常的快 就挺想早点下班嘛 挺想早点下班的 今天也是完成了 打得非常的快 是一个闪电战 那么今天的比赛当中呢 其实也是在中野方面 获得了一些非常大的优势嘛 但是V5也是一支主打 上中野可能个人能力的一支战队 有没有做一些特殊的布置 或者说去怎么去应对的 也没有就是做太多吧 就是把自己打好就行了 嗯 还是打好自己的东西 的确可以看到 今天可能想要在中野方面 获得一些优势的情况下 第一局就搬掉了你三手打野 那个时候看到你笑得特别开心 当时在想什么 就感觉挺没有必要的 就搬了也白搬 哦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又不玩 哦 可能是你平时不太使用的英雄 最后还是拿到了自己比较擅长的一个酒桶 并且拆掉了他们一个酒桶和雅锁的一个组合 那么接下来 因为其实也是对你的一个肯定嘛 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说 还是比较顺利的就拿下来了 但是可以看到 好像哥哥们都在秀 然后369有一点点插不上话 他当时有没有说什么呢 他打完比赛回头一想 确实不应该去死 可能当时有一点点冲动 有一点上头 那么其实第二局可以看来 因为百岁亚的教练也曾经说过嘛 就是V5可能是一支比较喜欢玩 骚头的战队 然后他们第二局也是选出了飞机的一个上胆 有没有想到然后是怎么去应对的 这个还是比较好应对 因为飞机对战也不是很强势嘛 就选什么都可以跟他打 所以还是在对线的时候 也是取得了一些优势的 那么这个赛季可以看到 你们选出了两套阵容 当时熊熊可能在台下看的时候 也是看到了我们弟弟们的表现 觉得他们表现得怎么样 所以老兄弟挺狠的 挺狠的 那么这两套阵容啊 对于你们来说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个人就没有感觉的出来太多 也不好说 但是可以看到 好像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是来自 哈皮超文社区的水友的提问 他的问题是 弟弟们好像都有一个 自己不一样的小世界 在不同的频道 那平时 小熊是怎么跟他们去交往的呢 就正常交流啊 正常交流嘛 因为我可以看到经常 涛博的微博会发一些 他们的小剧场 就比如说 当时那时弟弟看到 那个蛇的标志的时候 你们是做什么表现的 心里面 大家说是可能 有点问题 可能还是比较有一个 自己的小世界 比较有趣和可爱的 好的也谢谢我们 小熊来到我们三个采访的环节 让我们关注 LPL 关注哈皮超文社区 唱饮哈尔平啤酒 跨界搞事 一起哈皮 接下来就到了 赞马赞助的粉丝握手会的环节 新鲜心观众是 一排12座 三排9座 9排3座 12排14座 14排9座 好的接下来有请我们其他的选手们上台 有请 有请我们淘宝战队的小伙子们 今天是非常快的赢下的比赛